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9月9号星期一 咱们接着讲黄积帆 这期还挺有意思 这期我看完之后对我其实收获还挺大 他讲了基础货币 人民币到底是按照什么规则来发行的 讲了一些 然后这是他六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红安调控我们讲完了 这是第二个部分的基础货币 基础货币就两个 第一个就这个 它的原标题是货币的锚与发行制度 我们其实翻一下 人民币到底按什么规则来发行 然后对比了一下其他的发行制度 然后第二段就是说是面向未来的人民币发行制度 那个可能就是未来 我们先看这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看完之后 其实我感慨良多 想了一些东西 然后甚至就是说 原先我们认为从2020年开始 人民币的M2从200万亿 现在到了300万亿 等于增加了0.5 等于是乘以的1.5 等于增加了50% 让我们认为发的够太多了 然后现在还是通缩 觉得可能是人民币不够 但是看完这个之后 其实我有一种新的想法 一个什么新的想法 我觉得实际上不是发太多了 其实是发的还是不够 当然这个咱们这样 我现在先暂时说这么一个 就是说一个初始的这么一个想法 后边的话 我们把它后边一步 就面向未来人民发行制度也讲完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东西 然后看看我们能总结总结 说说我的这种感触 但是这种感触 其实有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一个感觉 是一个feel 有的时候都是一种嗅觉 好吧 咱们这样吧 咱先说它实打实的东西 好吧 那不管怎么着 这是第二部分 技术货币 技术货币就是说 货币发行的锚 和发行制度分析 也就是人民币到底 爱什么发行的 它是2019年9月16号 2019年9月16号 做的演讲 好吧 然后第一部分 就是货币的锚定物 就是不同的货币制度之间的 根本区别就在货币锚 由于货币的锚不同 所以导致货币制度不同 所以不同的锚 制度是不一样的 好吧 第一个当然 最重要的就是 金本位置 这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 也就是金本位置 金本位置 但是它现在来讲 对于现代经济发展 它有天然的缺陷 因为现代经济发展 速度实在太快 以前的话 刀工火种的时候 其实没有发展那么快 所以金本位置是可以的 可以维持物价稳定 但现在不行 它两个重大的缺点 第一个 金本位置的时候 这个货币本身 它是黄金 对不对 黄金或者白银 对不对 这东西贵金属本身 它也是一种货品 那么你这样 你黄金白银的价格 如果大幅波动的话 会导致你的物价跟着波动 但实际上 我的物价每动 是你的黄金有波动 比如你多发 多找到了一个金矿 对不对 或者你运着 一船黄金的船 突然沉海里去了 那我的黄金就会有波动 对不对 导致我物价都更受影响 那这就不行 对不对 第二个 就是由于黄金是储量有限 导致货币不足 会使经济出现通缩 你有没有 就是说到最后 实在不行了之后 你的黄金越来越值钱 我产品越来越不值钱了 所以就现在来讲 这肯定是不行了 这是最传统的 金本位置 第二个 就是主权信用货币制 也就是所谓的这种法币制 美国现在居然就是法币制 二战之后 布林顿斯林体系 刚开始 布林顿斯林刚刚建立的时候 当时美元跟黄金挂钩 对不对 那美元跟黄金挂钩 其他国家的货币 与美元挂钩 属于就是双挂钩 但是本质的核心 还是金本位置 因为实际上是跟黄金挂钩的 你懂吗 就是你追根溯源的话 那根毛还是黄金 所以那个时候 实际上在1997年之前 还是金本位置 7年之后 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 正式标志着 美元采入的主权信用的 货币制 就是由法币制 美元的发行 没有以任何实物作为储备 由国家法律规定 具备法币的功能 因此是法律赋予它的 这项权利 所以叫法币 那么法币制度 通常以M3 经济资账率 通账率 失业率等 作为一个间接的毛 但是 所以说 你也不能说它是完全无毛 无毛在印钞 它实际上应该是有个毛的 但是美国最后 它放弃了这个毛 那么从1970年开始 欧美 日本等大部分世界发达国家 逐步都采用了 主权信用货币制 也就是法币制 早期表现得很好 但是到2008年 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之后 美国开始大规模的滥发货币 滥发美元 财政赤字 货币化 本来应该是财政赤字 变成货币 货币化 近十年来 美国为了摆脱金融危机 政府债务总量 从2007年的9万亿美元 升到2019年的22万亿美元 到了今年 实际上应该是35万亿了 它说是2019年 到现在2024年 应该是35万亿 完完全全都超过了美国GDP 在2019年 是已经超过美国GDP 美国债务每年到期 债务和利息 就已经将消耗完 美国全部的财政收入了 也就是说美元未来 必然会大幅贬值 并且触发了全球金融危机 这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当然现在35万亿 现在还没有贬值 但是到70万亿 100万亿 因为到这样的话 差不多每一个总统都要撑眼 早晚是要崩的 好 那么这是法币制 第一个是 第一个金本位 第二个是法币制 第三个是联系汇率 香港财政就是联系汇率 联系汇率就是什么 就是说70年代以前 以英镑为毛 跟着英镑走 80年代以后 以美元为毛 跟着美元走 这种联系汇率 联系汇率制度 需要储备大量的 就是说这个毛定物 就是70年代以前 要储备大量的英镑 80年代之后 要储备大量的美元 还有一个重大缺陷 是必须放弃 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 就等于放弃掉 等于我没有 就得跟着美元走 那么美元如果加息 或者降息的时候 我只能跟着 只能跟随 没办法 因为他动 我对得跟着动 因为我跟他是联系汇率的 这样子的话 一旦美国出现问题 美国一旦滥发货币的时候 一放一收的时候 你香港或者 所有的你这种 跟着联系汇率的 都会跟着怎么着 被他洗劫 你明白吗 都会被他洗劫 这没办法 当然这种货币制度 就只适合一些小国 或者特别小的经济体 大经济体 你不可能 你这样就不得得吃死 吃干妈酱 对不对 那么首先来讲 就讲完了 主要就这么三种 金本位 法币 还有联系汇率 那金本位置 是有这种固有缺陷的 已经不能再满足 人类社会的发展需求 因此现在有一些人 呼吁要重新恢复 金本位置 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就是现在美元不负责任 跟我们恢复到金本位置 甚至有些人 拿这个什么 虚拟货币 拿这个比特币 为毛 那么胡扯 这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近半个世纪的经验表明 不给货币下一个 各方有共识的 比较有刚性的毛 肯定会出问题 但是你这个毛 如果你这个毛 是一个固定的 有限制的话也不行 最后的话会导致什么 导致通缩 完全通缩 所以这个毛 必须抵持大家共识的 但是还能够不断的 随着经济去膨胀的东西 才可以 但是现在暂时还没有 那就是反正 中国他们金砖国家不再谈 就干脆出一个金砖币 金砖币就当成一个毛 当成一个毛定物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本国获地 并不取消掉 我只是把金砖币 当一个毛定物 当一个毛在那使用 但是我并不是当欧元 像欧元是把我们说 什么法郎 德国的马克都没有了 对的取代 我不拿来取代 只能当一个毛定物 然后大家公认的 这么一个毛定物 其实这个来讲 恐怕未来的话 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 不得不如此 然后第一个就讲完了 就是说各个制度 第二个就是世界主要国家 货币发行制度一些比较 就看看各个国家都选了什么 首先当然第一个就是中国了 中国的货币发行制度 中国货币发行制度 经历了两个阶段 从1949年新中国城以来 刚开始的时候 是物资本位制 现在叫汇兑本位制 两个阶段 那么物资本位制是什么 我们讲新中国十四位 其实讲过 当时的时候 因为蒋介石同志都帮了老毛了 蒋介石把所有中国能带走的 贵金属全部都带走了 金银全带走了 所以老毛想搞金本位制 也搞不了 没办法 所以当时是1比12 以全中国每一年生产物品的 好像十二分之一 来发行货币 这样能够保证绝对不通过膨胀 因为蒋介石后期搞到通口膨胀 就不行了 所以老毛他们特别担心 搞成蒋介石那样 但是就会导致中国经济通缩 其实货币供应量是不足的 这个我们讲实时危险 其实讲过 其实当时货币供应量是严重不足 导致中国的经济 一直发展不下 也通缩 这也是原因之一 是原因之一 物资本位制 是以国家掌握的物资为基础 这可以算作是中国央行的独创 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对稳定人民币币值 发挥了奇效 1995年以后央行实行了新的货币制度 汇兑本位制 汇兑本位制是什么 就是说95年之后 就是说后来跟美国跟西方交易 关系越来越好 然后加入到国际贸易当中去 然后这时候怎么办 就是说通过发行人民币 对流入的外汇 强制结汇 人民币汇率采取盯住美元的策略 在汇兑本位制下 中国主要有两种渠道 来完成人民币的发行 怎么发行 第一种就是外资到中国投资 你进来的时候 我强行将外汇 就是结汇 结汇之后还成人民币 这个人民币就是说 因为你进来这些钱 这多出来的 我都把它还成人民币 就投入进去了 以此来发行人民币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贸易顺差 贸易顺差就中国企业 贸易顺差挣了钱 挣了钱之后 不也是外汇进来 挣了外汇 实际上也是外汇 一个是直接投资的 一个是我挣的 货币发行的主要途径 到2013年达到了83%的峰值 就83%呢 咱们的发的货币 都是跟着外汇走的 要不就是投资 要不就外汇结余 截止到2019年7月末 他在2019年的讲的 外汇占款占央行资产 总规模达到的 59.35% 也就是说 差不多60%人民币 仍然是通过外汇占款的方式 在发行 那么也就是说 实际上在18年的时候 当时就说 说是人民币已经无毛发钞 那现在看起来 实际上不是真的 它实际上的毛顶物 其实还是美元 还是跟着美国走 那么为什么 就是占比变小了 它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 中国汇兑本分制 它的毛顶物 首先来讲 实际上还是以美元为毛 实际上也是一个联系汇兑 跟香港是一样的 等于就是说 变成美元兑换卷了 你明白这意思吗 好 那美元呢 但是美国从2003年开始 就逼人民币的升值 说你要升值 你这个是操纹汇率 你本来应该升值的 那么到2005年7月21号 央行的宣布 人民币与美元脱钩 那么并一次性的升值了2.1% 一次性升值的幅度 并未完全释放了汇率条件的压力 但是带来什么呢 就是说 人民币将基于升值这种预期 给了海外这么一种预期 因此引来了境外资金的大量流入 和国际产量的炒作 此后一直到2013年 人民币进入了一段单边升值的周期 此时的货币制度 仍然属于汇兑本位制 只不过人民币的毛 从美元变成了一栏子货币 但是实际上本质还是美元 为什么呢 因为美元在一栏子货币的比重 占比最大 实际上说白了还是跟着美元走 实际上还是联系汇兑支 但美国不想要这个东西 因为你联系汇兑支的话 你永远都不会升值 你永远跟着我走 你永远都保持低汇率 这美国不干 所以就是名义上我们改了 我们说是无毛印钞 我们不跟着美国走了 但实际上是美国逼着 但是本质上还是跟着美国走 2015年8月11号 将人民币 为了将人民币纳入国际储备货币篮子 央行宣布第二次汇率改革 那么2017年以来 就是把收盘汇率 加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 加逆周期因子的人民币 加在一起 逆周期因子 我以前讲过 我就不重复了 你会在我的频道里 你去搜逆周期因子 它有 人文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形成的机制 开始就运行 用这一套东西来确定人民币的汇率 可以说人民币还是间接的 锚定美元来发行的 也就是说 其实即使到2019年 人民币实际上真正的发行 还是锚定于美元 但是后来出现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 你看 中国会对本分之下 货币供给方式后来发生了变化 怎么回事 近些年来 由于贸易顺差持续减少 外国投资也在变少 据说今年美国对中国的投资 跟去年也减少了40% 当然它是2019年 2018年不跟川普打起来了 川普不拉着中国打贸易战吗 2019年就出问题了 所以那时候中国通过外汇 账款发行的货币呈现了 负增长的一个态势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出问题了 出问题之后 央行对其他存款公司的债权 迅速扩张 从2014年到2016年 扩张到2.4倍 就什么意思 就是说 占央行总资产份额 从7.4% 升上到24.7% 本来将近四分之一了 也就是说 央行通过购买国内的资产 来投放货币 就是国内实际上出问题了 我没办法 我通过这种方式来投放货币 同时央行连续降低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提高货币乘数 一定程度上 缓解国内流动性不足 因为就18年 跟美国开始搞贸易战之后 国内供应就已经不足了 因为以前的供应 都是靠美元供应的 对吧 现在来讲 就只能自己供应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截至到2019年 中国货币发行的本质 实际上并没有改变 只不过因为打贸易战 所以外汇战款 在货币发行量的比重 从80%到60% 但是本质上 实际上还是矛定于美元 反正到2019年是 但是从2020年开始就不是了 从2020年开始到2024年 五年的时间里面 发了差不多就100万亿人民币出来 但是这个就是咱们后面再说 你先了解到这么一个情况 好 中国的货币发行制度 咱们再看说美国 美国的货币发行制度 也是有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们说了 就是71年 布林森林体系之前 就是金本未知 那么后来就变成法币制了 好吧 那么这个金本未知 就不说 咱们说的法币制 法币制之后 它就开始玩命发抄 好 那71年我们不说 咱们说70年 因为71年的话 前半段是 后半段又不是了 咱们说70年 70年时候 美国的基础货币 是700亿美元 7年开始 布林森解体 美国开始疯狂进钱 那么到了2007年的话 到了8200亿美元 增长了12倍 但是与此同时 美国的GDP 也从一顶70年的 1.1万亿美元 增长到到 2007年的 14.5万亿美元 增长到13倍 也就是我货币 多供用了12倍 我的GDP 增长到13倍 知道吧 也就是说 为什么最后 苏联解体了呢 就是因为美元这么干 导致了美元的经济的迅速膨胀 而苏联的膨胀不起来 好 那这样呢 截止到2007年的时候 其实都还是正常的 因为呢 我虽然我货币增加多了 对不对 我增加了12倍 但是我GDP长了13倍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这么做是对的 对我经营有好处 有帮助 而且呢 我是这个 就是说有一个规矩的 有规章制度的 对不对 那正走呢 大家都能接受 都能合理 但是呢 到了2008年 经济危机之后呢 就出了问题了 美国呢 为了拯救了这个经济 受MMT理论的影响 开始放松了 货币毛的约束 从2008年到2014年 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 总共呢 购买资产呢 3.9万亿美元 也是通过买自己国内资产呢 来释放货币 中国央行不也这样吗 好 那么美联储持有的资产规模呢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从2007年1% 升上到了25.3% 其实中国不也是吗 从6%7% 升到将近25% 升到4%1% 美国其实也是如此 通过这种方式呢 在这个发行货币啊 那美国基础货币供应量啊 也在大幅攀升 从2008年到2019年 美国基础货币供应量 从8200万 从8200亿 从8200亿美元 飙升到呢 4万亿美元 增加了5倍 但是呢 这里面就出问题了 与此同时 美国GDP仅增长了1.5倍 以前呢 我货币 差不多我货币供应量增加多少 GDP增加多少 但是现在呢 我增加了5倍的货币供应量 但我GDP只增加了1.5 那基础货币的发行增速呢 是同期GDP的3倍以上 在这种货币政策的驱动之下 美国股市呢 当然就好了吧 开启了10年长牛 10年都是大牛 是因为钱进来了 股市呢 从6000点 涨到了28000点 那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呢 这个货币供应量增加了 货币供应量呢 增加了这个5倍 但是GDP呢 只涨了1.5 所以大量的钱呢 就进了这个股市啊 那美国呢 大规模超发货币 使得呢 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啊 有以下呢 明显的好处 还的确给美国带来的好处 这是事实 第一个 滥发美元减轻了 美国国家的压力 美国可以用的 更便宜的方式来偿还美债 以前的时候 美元值钱 现在美元不值钱了 那种意思吗 以前我市面上 一共可能就 就几千亿美元 我现在市面上 可能几十万亿美元 那还 对不对 那还以前的几千亿 太容易了 对不对 第二 滥发美元 有助于美国政府呢 实现选民所要求的 一些社会福利啊 而且还可以避免的 提高税收 因为我滥发货币嘛 我就 我拿这个 我拿债 我就是说 这个赤字货币化 对不对 我通过提高赤字 然后呢 我没有去税收 我就是愣老外发钱 又能够提高福利 又不提高税收 让老百姓呢 还舒服一点 那么第三呢 滥发美元 以经济增长的相混淆 然后经济增长呢 又以经济健康增长的相混淆 对不对 就是首先来讲 滥发的美元 滥发了五倍的美元 只涨了一点 一点几倍的这个GDP 这实际上呢 你的经济增长就没上来 但是呢 跟他相混淆 然后呢 还骗大家呢 这是经济健康增长 但实际上是不对的 那第四 但是呢 会给大家一个 一种感觉 觉得美国这么做对 你懂的意思吗 觉得中国经济完蛋 美国经济是好的 但是这实际上是一个表面 一个现象 其实呢 没有你想象那么好 但是呢 但是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 对不对 你中国现在表面上看起来都不好了 你懂意思吗 好 第四 滥发美元导致民意资产价格呢 它上涨给公民呢 创造了一种的什么 就是说呢 我获得财富的一个假象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你的房子涨了 你的这个投资也涨了 国家都涨了 对 你觉得你好像获利了 但是呢 对于那些呢 就是说没有资产的人就倒霉了 所以美国现在 平不差距进一步拉大就在这了 就是有资产的人 我用钱生钱 就变得非常容易 如果我没有资产 我通过劳动去生钱 那就变得非常难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 也就是说呢 就是说 而且即使哪怕 实际购买率下降了 但是你看着你的钱增加了 你还挺高兴的 对不对 好 第三啊 美元的发行和循环机制 保证的美元的币值的这个 来稳定啊 那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就说完了 他的几个好处说完了 就说美元的发行和循环机制 就是美元呢 你这么超发乱发的话 按理说应该通货膨胀了 对不对 但是美国国内的并没有出现了通货膨胀 这是什么呢 就是靠这种的发行和循环机制 来保证的币值稳定啊 所依赖的是美元的发行和循环机制 美国美联储美国的这个联邦储备法案规定啊 美元的发行权归美联储所有 美国政府呢 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利 只有发行国债的权利啊 但是实际上呢 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 间接的来发行货币 那么美国国会呢 批准国债的发行规模 然后财政部呢 将国债的拿到市场上去拍卖 能卖就卖出去 如果卖不出去 都没关系 卖不出去的之后呢 全部由美联储呢 招单全收 美联储全部买掉 美联储买掉之后呢 美联储呢 就把美元呢 给美国政府啊 给美国财政部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财政部把国债 卖给了美联储 来获得的现金 就可以去花了 对不对 然后美联储呢 通过买了国债之后呢 可以得利息 大家呢 各取所需啊 两全取美 极大欢喜啊 但是呢 会导致呢 账面上的钱的越来越多啊 那按理说呢 这种机制的话 就会出现通账膨胀啊 那么你美国这种机制的话 你的这个抵押做什么呢 就是说用未来的税收做抵押 就是我未来我收费能收回来 我记得这么多债 我拿税用能把它补回来啊 那所以呢 只要美国政府不破产 就可以不断发行美债 拿发行美元 理论上是这样子 就是说现在货币 也有讲了 对不对 但是滥发美元呢 会引发通货膨胀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就出现了一套的循环机制啊 那么二战之后啊 世界各国的资源紧缺 产能低下啊 进口大量的美国商品和服务 来维持自己老百姓的正常生活 那个时候呢 美国通往往世界外东西 他可能挣钱回来啊 那么与此同时呢 美国利用贸易顺差 流回了美元 对国外呢 在进行的直接投资 包括呢 证券信贷等多种情段 享受呢 各国二战之后重建的发展狐狸 成为了一个资本的净输出国 美国呢 也实现了主权信用货币之后呢 由于对外贸易顺差呢 不可持续 美国开始干什么呢 这之前 就是说在这个二战 刚结束之后 在布林斯典前之前 是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说我来生产制造 你们买我东西 买我东西 我挣了钱 我拿这些钱 再去你们国家里投资 投资之后呢 我再挣一笔 就一头牛的 挣两次钱 我卖东西先挣你一笔钱 挣了你钱之后 拿点钱在你国内 投资你的东西 然后呢 等你经济发展之后呢 我再挣一笔钱 但是呢 后来到了布林斯典解体之后呢 就出现就不行了 就是这样的发展 发展不下去了 还有呢 美元的去实误虚 美国自己不制造东西了 不知道东西之后呢 美国就搞了另外一种 一种的循环方式 开始干什么呢 就是说美国开始呢 依靠巨额的贸易逆差 和不断膨胀的政府债务 来维持美元的循环 那具体过程 就是美国政府呢 发行国债 向市场上的投放的流动性 然后呢 国债呢 一部分被美联储呢 这个购买 然后呢 来满足呢 国内的贸易和社会流通的需求 另外一部分呢 被外国的中央银行 海外投资者呢 所购买 投放在国内的美元呢 就是两个桶 明白吗 我们就讲那个 新台货币里面 我们讲到了 就是两个水桶里面 一个水桶是自己 美国跟自己的国内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跟国外 那国内的话呢 我给你们钱 你们去发 你们去花 拿点钱去买国外的产品和服务 然后你们就享受生活了 然后这些呢 给了国外 给了国外之后呢 就变成国外的这种呢 就是挣的钱吧 算是国外的这个贸易顺查 美国的贸易逆差 他通过贸易逆差呢 向外面给你们钱 他们拿了钱之后呢 然后干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 就是说被外国的中央银行呢 海外投资者呢 这个就是收走了 收走了 当然他呢 还要发一部分国债 一部分是美联储买的 美联储买呢 就给自己国内的 另外一部分被他们买走了 买走了之后呢 把这些钱的话呢 又投往回美国来了 就是说你不挣了我的钱吗 挣了钱 你拿了钱 就给我买美债 就回来了 就形成了一个呢 这个回流 当然你有可能给我买美债 那有的人会来买美国的股票 回投美国股票 还有呢 比如一些中国人 挣了钱 挣了钱之后 拿人钱到美国来买美国房子 然后移民 反正这些钱就都回来了 不管怎么着吧 就是这么着 形成了一个呢 一个循环 就是内部有一个循环 两个水桶 内部呢 是我给你钱 你往外卖 外部呢 我再把这个钱呢 再通过美债啊 或者是这个吸引他投资呢 或者吸引他心情 把他整个回来 就这样形成一个循环 实际上呢 就是将通货膨胀呢 输入到了全世界 按理说你超发的美元 应该通货膨胀的 但是我国内没有通货膨胀 为什么呢 我把这些钱都给你们了 给了你们之后呢 你们通货膨胀了 你懂吧 就是你像埃及啊什么的 当时不讲的叙利亚的 这个阿拉伯之春 就是他输出的这个通货膨胀 那么一方面呢 美国呢 以长期低廉的融资成本 来支持自己国内的消费和金融 另一方面呢 通过美元的行程体系 美国促进了自身的 虚拟经济的发展 就是说呢 因为你们不断来投资嘛 那我的房地产 我的股票 我的国债 我的期货 都在上涨 那么成为全世界的 都想要投资的资产 那么你们呢 挣了我的钱 然后再把钱的还回来 投资到我这里边来 所以我就挣回来了啊 那这些产业呢 又贡献大量的税收 国民收入和GDP 让你看起来美国呢 一片呢 这个欣欣向荣 但是现实情况呢 实际上就不是了 实际上不是了 就是说全部都是你们的供给 钱也是你们的钱 产品也是你们的产品 实际上我什么都没有 只是我带动你们呢 做了一个循环而已 把它循环起来了 好那下一个部分 我们看啊 就是美国的这种霸权地位 形成的五个方面的 这个因素 就怎么能形成 你现在看起来 等于它什么也不干 就光发现货币 就是说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对不对 那么是怎么形成的啊 首先就是说几点啊 一共的有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 充分的物资承载 在布林顿司令体系之前 在四十年代末 就是二战结束了之后啊 二战结束之后 因为二战不是在美国打的 是在欧洲打的 欧洲打的七零八落的 所以美国GDP当时占到全球 百分之五十以上 就是整个地球 美国一个人 一半的GDP都是美国的 然后呢 美国的制造业的产值 占了世界的一半以上 就是说我的制造业 都是我在制造的 你买东西一半的产品 都是我生产的 黄金储备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因为当时欧洲 要跟美国买这个买纳的话呢 给钱也没用了 国家都冬冰村失望了 只能拿黄金 所以大量的黄金又往美国 所以二战后 可以说 所以美国的崛起 实际上通过二战这场战争崛起的 并不是什么科技创新 很多人总觉得是科技创新 不是的 是二战之后的 是通过二战美国崛起的 然后呢 还把大量的欧洲的科学家 弄到美国来了 所以在二战之后 他有全世界最多的钱 最多的资产 最多的黄金 最多的科学家 然后发展像现在这样子 然后越来越来越长板 你知道吗 大体上的情况 所以二战后呢 美国的经济实力呢 当时是可以支撑美元 作为世界货币的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目前来讲 美国已经不生产了 你已经没有充分的物资承载了 你自己不承载 你都在买别人的 你懂我意思吗 实际上这个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这第一个因素 实际上不存在了 但是不管怎么知道吧 时日经日 美国保持着世界超级大国地位 拥有最大的境内消费市场 知道吗 他不是 他不负责生产 但他负责消费 他是最大的消费市场 这你得服 对不对 然后还有非常成熟的金融体系 还有发达的科技体系 都在吸引海外投资者 将资金重新配置和投资回来 美债或者美国股市 企业债等资产上 美元的硬通货地位 短时间内难以动摇 你说实话 你说我们呢 我们最后 你说在中国 其实很多钱 当年都是中国 对不对 你说房子 最起码是房子 对不对 你就来了美国之后 你移民 你说这些人只要移民 是不是就把中国的资产 都搬过来了 那这些资产 是美国创造的吗 不是 就通过移民 把这些钱都给弄进来了 那好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良好的信用基础 美元与黄金挂钩 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 但是这早期的时候 他怎么确立了世界美元 实际上是在布林顿森林体系的时候 但是七一年之后 他不跟任何人打招 自己就退出了 但是不管怎么办 在那个时候是 当年他承诺的是美元与黄金挂钩 获得了其他国家的信任 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 他又没办法搞了个石油美元 搞了石油美元建立 现在还要当着美国 还有就是粮食粮食美元对吧 全世界40%粮食是美国在卖的 那么透过这种美元的循环体系 美国通过发行美元 获得了铸币税的收入 其他国家在美国的贸易中来获利 那这个阶段 美债的余额始终控制 在美国GDP的70%以内 国家的信用也良好 但是出问题了 出问题什么意思 就是说到了2008年之后 美国的货币供给总体上 以世界经济的需求 这个就是完全失衡了 在这之前是差不多的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 现在的美债已经完全失控了 你们就2008年 资财危机之后 当美国开始搞这个 就是MMT 现在货币理论 现在完全失控了 所以现在美国实际上 没有一个良好的信用体系 为什么连中东什么的 都不愿意拿美元了 这就担心你这样下去的话 你今年35万亿 川普再上来再下去 可能就变70万亿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信用基础也没有了 实际上 那第三 世界的结算体系 目前全世界贸易结算和支付超过80%的交易 都是通过美元全球经济体系 SWIFT实现的 但你要注意 他说的话是2019年 那现在由于把俄罗斯踢出去之后 导致俄罗斯现在他卖石油 跟什么印度 跟沙特 跟中国搞这些东西 完全在SWIFT之外了 明白了吧 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 全世界的结算和支付80%都是在SWIFT 但现在已经没有这么高了 那这个也是呢 美国自己把这个SWIFT给伤害掉了 所以你发现这个第一个就充足的物资没有了 他已经不带生产了 充足的生产和支付没有了 第二个信用 良好的信用也没有了 第三个 世界结算体系 他自己再损害它 俄罗斯现在在建一个整个平行的一个结算体系 中国俄罗斯还有金砖国家 要搞一个金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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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结算体系 那第四还在 就是军事保障 没有军事实力来保障 肯定是不行的 美国军费超过所有国家之河 美国动辄制裁他国 也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实力之上的 没有军事实力肯定是不行 但是这个问题 如果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什么这些东西联手的话 行不行 我不知道 中国一阵的联手的话 不说经斯基说 这样恐怕是要出问题 好吧 那这是第四个军事保障 第五个就是长期在位优势 它有个惯性 就一种货币成为了世界货币的话 需要漫长的过程 英国在一战时候的经济实力 实际上已经被美国超过了 一战打完它都不行了 二战打完就彻底跪地下了 对不对 但直到二战结束 美元才真正的取代的英镑 因此美元的优势地位 让美国 让美元现在就是说 依靠着惯性就可以保持世界 就你看前四个都没有啥了 对不对 但是因为惯性还在保持 好 那再来看看 就是说中国美国说完了 我们看看其他国家的货币发行制度 这不是很重要 但是也要说一下 一个就是欧盟 欧盟现在是欧洲央行的统一管理 通过一种共同条约的形式 来搞到货币投放的方法和标准 但这里边有些问题 就是欧洲五国怎么办 你知道吗 欧洲五国你救不救 这是什么问题 第二个就是英国 英镑经历了三次重大调整 1973年的时候 英国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3 作为货币的政策锚 到后来 它在80年代的时候 经济急剧的衰退 出了很多问题 后来英国没办法 就加入了欧盟的汇率体系 对德国马克实行了固定汇率 以德国马克作为自己的毛领悟 但是90年之后 德国的货币政策 越来越不适应英国的发展情况 最终英国没办法 在1992年10月 退出了欧盟的汇率体系 1992年10月 英国财政大神宣布 采用了通胀目标法 实质上是反通胀的货币政策 以通胀为毛 以稳定物价为最终目标 一直严重至今 好 欧洲英国讲完 再说日本 日本在7年 布林的资金体系瓦解之后 日元以美元脱钩 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主权货币 日本央行发行货币的毛 是综合多元化的 看很多东西 要搁在一起来看 但是实际上 2014年之后 为了应对美国的量行宽松 日本政府实际上也采用了 就是量行宽松政策 日本所以 日本的债务跟GDP的比重 应该是最高的 比美国还要高 当然都是日元债务 但是底市就是说在滥发货币 实际上在通过滥发货币来发展经济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其他国家了 说欧洲 中国 美国 日本的讲完 都是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实际上 从2005年开始 105个拥有自己货币的国家和地区当中 由于自身政府 信用部组 经济体游太小 所以没办法 基本上都是选择用外汇储备 做抵押 来发行自己的货币 就是以其他的货币做毛 那么三分之二 都是选择了以美元为毛 三分之一选择了以欧元为毛 大体上就是如此 实际上就是一种 也是一种联系汇率 变成一个美元兑换券 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最后说 就是说发行货币制度的 一个总体的一个评述 第一个就是说 以其他货币为毛的货币制度 实际上完全没有自己的自主权 等于别人兑换券 就是让别人予取予求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另外一个就是主钱信用货币制度 主钱货币信用 现在是主流的 这一本来讲 说白了 就是说中国跟其他国家 都是用这种 其实还是在跟着美元走 或者美元或者欧元 中国现在实际上还是跟 当然中国说是跟着一拦的货币 但是实际上是这样 但是中国现在等于在货币上 只是缺乏自主权 所以就说未来 中国要有货币自主权 当然这是后面再说的 第二个就是主权信用货币 像美国 英国 欧洲 日本 都是这种 但是这算一个问题 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美元完全失控了 总体上来看 主权信用货币在严格的货币发行 纪律约束之下 实际上是能够保障货币供给的一个 适当性的 一个合法性都有 但是今天来 因为美国整个转向的MMT理论 导致它的财政赤字大幅增加 出现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趋势 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 大家对面又没有信心 但是你自己搞 你就搞不出来 联系会就又不行 所以就在想一个世界货币 或者金砖币 或者什么起个名字 对不对 反正目前来讲是无解 真的是无解 然后依靠惯性的美元 还在积极上走 但是美国自己 在这种各种手段 在伤害自己的美元 伤害自己的信用 尤其是俄国战争之后 美国干了很多事 真的是在自财 当然也在伤害俄罗斯 但是真的是伤害俄罗斯一千的 伤害俄罗斯800自己损一千 你知道吧 什么墨收俄罗斯财产 私有财产实际上不可侵犯 墨收俄罗斯 墨收俄罗斯富豪的私人财产 这导致全世界对美国都不放心了 你要明白 就是说你以前大家放心的 很多人移民来美国 会把钱进来 你看现在中国富豪 宁愿拿着巨额财产 去新加坡移民 也不来美国 你导致这些钱进不来 这些钱回不来 你实际上把你自己的心团打破了 然后你那swift这么好的东西 你把俄罗斯踢出去之后 导致俄罗斯败罗斯给你建了一个 平行宇宙 一个平行世界 这些人都是巨大的伤害 拜登就在四年 对美国当中伤害是巨大的 但是真是没有办法 然后也就是中国 中国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制度 那么我们待下回分解 好不好 但是我们只能说 制度是派生的 就对于目前来讲 中国又是一个什么 又是一个危机 又是一个危机之后 就产生了这个问题 制度是派生的 那么我们下回再说 好吧 大体上你就明白 反正即使到2019年是 但是下回 它是预计未来要怎么发展 但是是不是真的如此 还是且听下回分解 好吧 那不管怎么着 把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